女孩重生成一只企乐 原本只想吃吃喝喝扮演好宠物的角色 却意外被身为天敌的虎金钉上 还阴差阳错不得不和对方住在一个屋檐下 女孩前世身患重病 每天只能看看小说消磨时间 等他醒来的时候 眼前出现了一个容貌俊美的男子 听周围人称呼男人为雷诺斯 女孩当即意识到自己穿越到了小说里 根据他对待自己的态度 女孩下意识觉得自己穿成了女主角 然而等他伸出毛茸茸的小手 女孩才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自己竟然变成了一只企乐 这本小说讲述的是 因为一次治疗女主被狼兽人刻印的故事 所谓刻印是继承狼兽人血脉的特征 也是单方面向被刻印对象效忠的恋爱合约 虽然小说里描述的很浪漫 但实际这是一种病态的爱 在刻印结束后 男主对女主仍旧有种变态的执着 然而这些女孩现在都不是很在意 他既不是女主也不是什么配角 仅仅只是一只从实验室孵化出来的宠物企乐 哪怕看了一万遍镜子 女孩仍旧是不敢置信 但她很快在各种糖衣炮弹之下 适应了企鹅的生活 自女孩从实验室出生的那天起 雷诺斯就如同父亲一样照顾着她 不仅给她取名为阿代利亚 每天吃的还都是各种山珍海味 穿的也是找设计师量身定做的服饰 甚至还有专门为企鹅打造的生态环境 在雷诺斯身上 阿代利亚获得的钱是未能从家人那里得到的关爱 但阿代利亚心里一直对变回人有着强烈渴望 每晚她都为此祈祷 可直到某一天她从雷诺斯口中得知 其实她对女孩仅仅是只企鹅这件事特别开心 在原著中人类是低等种族 这导致雷诺斯又是遭受人迫害内心非常厌恶受人 阿代利亚不想对爸爸讨厌 于是便放弃了化形为原的打算 只求能和爸爸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 可一个人的道来打破了女孩宁静的企鹅生活 她就是威尔加的虎精兽人斯乌拉德尔 对方有着一头闪亮的银色卷发 如琥珀般的黄色瞳孔 初次见面利亚就被这张主角连闪得睁不开眼 但她心里有个疑问 原著中的威尔加是个连描述都没有的龙套家族 而在这里却是大陆叱咤风云的一流世家 更奇怪的是虎精通常是黑白相间的头发 可斯乌拉德尔却是满头银发 而斯乌拉德尔看到阿代利亚后也觉得奇怪 她还是头一次碰到有不害怕自己的企鹅 经雷诺斯的提醒女孩才想起 企鹅正好处于虎精的食物链底层 尽管如此女孩还是不服气地朝斯乌拉德尔发出嚎叫 有种就在我爸爸面前吃掉我试试 斯乌拉德尔有些忍俊不禁 其实我从来没有吃企鹅的习惯 如果你真的一点都不怕我的话 我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 说着用手戳了戳企鹅 女孩简直要被这无理制徒气死 面对斯乌拉德尔的再一次挑衅 女孩忍无可忍一口咬了上去 白衣旁的父亲都惊得大跌眼镜 而斯乌拉德尔对这行为并没有太在意 随手用治愈魔法替自己疗伤 心里越发对这奇怪的企鹅产生了好奇 自那天以后 斯乌拉德尔每天都会来家里拜访 哪怕女孩怎样用眼神警告都没有用 得知女孩名叫阿黛利亚 对方还给她取了德利亚的昵称 后来女孩干脆选择无视 阿黛利亚还是头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角色 明明自己表现得那么讨厌 她却一点都不在乎 而且很奇怪的一点是 原著中明明只有人类能够使用魔法 可斯乌拉德尔却用了魔法 是原著被扭曲了 还是跟她没看完的后半部分有关 抱着疑惑阿黛利亚睡了过去 然而第二天一觉睡醒 女孩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人形 虽然长久以来的愿望得到实现 但女孩心里没有丝毫喜悦 她第一时间担心的是爸爸会不会接受自己 天天就在这时雷诺斯敲响了房门 无奈阿黛利亚只能选择暂时跑路 打算找到变回动物的方法后再回家 然而刚出家门每两分钟 阿黛利亚就遭坏人绑架 从家里带的钱也全部被搜刮一空 到达目的地后让女孩意想不到的是 自己第一眼看到的人竟然是斯乌拉德尔 她下意识认为是这个跟踪狂绑架了自己 随即斯乌拉德尔叫来了自己的母亲 对方看到女孩当即被吓了一条 她赶紧命儿子给阿黛利亚松茫 还关切地询问女孩有没有哪里受伤 得知情况后她怒气冲冲地找到两个诱拐犯 她要找的是同族而不是罪犯 你们不但不好好的请人过来 还用这种态度对待一个孩子 把诱拐犯抓起来后女人扭头向利亚道歉 自我介绍她叫做贝拉 又问了丽亚的住址 准备派人送她回去 但丽亚觉得现在回家爸爸不一定会接受自己 面前的两人又算是她唯一见过的好人 于是女孩心意横请求对方教自己如何变回动物 贝拉听后有些震惊 按理说作为兽人都懂得如何自由转换 但既然你才刚刚变成人类 说不定学会动物化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那以前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吗 这几十年里为了不让我们的种族灭绝 我一直在寻找同类 可结果都是杳无音讯 我甚至以为我和斯乌拉德尔就是最后的血脉了 但好在你奇迹般的出现了 女孩听得迷迷糊糊 完全没搞懂为什么贝拉对自己那么友好 等她看向一旁的玻璃才发现 自己长着一头和对方一模一样的头发 很明显贝拉是将自己当成了虎金兽人 可奇怪的是就算企鹅和虎金颜色有些相像 也不该连头发上的特征都一模一样 丽亚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爸爸现在一定会因自己失踪级的团团转 所以她必须尽快熟悉动物化以后回家 自己并不是有意要欺骗他们 可她到底该不该说出自己是企鹅的真相 要是说了 斯乌拉德尔不知道又要做出什么事情 就在女孩犹豫的时候 贝拉问起了女孩的名字 没等阿代利亚回答 斯乌拉德尔却先一步说出了丽亚这个名字 阿代利亚紧张地看向对方 如果没有名字的话 就叫丽亚如何 原来对方只是以为女孩刚化人形没有名字而已 斯乌拉德尔解释这是她正在追求的女孩的名字 你能喜欢真的是太好了 阿代利亚恨不得啄爆她的眼睛 怎么会有人不要脸到追求一只雌性企鹅 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斯乌拉德尔突然朝女孩靠了过来 你难道不害怕我吗 利亚心虚地别过脑袋 你又不会吃我干嘛要怕 听到这斯乌拉德尔笑了 你怎么确定我不会吃掉你 就因为我们是同类吗 可虎金在猎杀同类的时候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眼看对方越靠越近 女孩紧张地闭上眼睛 然而等她睁开眼 斯乌拉德尔已经远离 嘲笑女孩太过好骗 利亚简直要被气死正要发作 对方的下一句话传来 不过你这样正好是我喜欢的类型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比起我追求的利亚 你这个利亚好像更好一些 一瞬间阿代利亚觉得对方已经无药可救 送走利亚后贝拉问起儿子对利亚的感受 老实说利亚的情况有些可疑 如果是刚化为人形 她的沟通显得有些太过流畅 还是说她在动物状态思想就已经成熟 贝拉听后皱起眉头 智商越高就意味着精神的痛苦也会越大 斯乌拉德尔疑惑利亚会不会是假冒的 毕竟他们都没见过她化作动物的模样 贝拉认为没有这个可能 因为利亚的黑白头就是最好的证明 现在正好让利亚在威尔加住一段时间 贝拉有预感 利亚会成为他们虎金家族重要的缘分 母亲的期待让斯乌拉德尔心情复杂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于同族呢 一瞬间过往的痛苦回忆再次浮现 无数兄弟姊妹惨死的画面仍旧是莉莉在目 身为虎金的最后血脉 贝拉必须扛起这份责任 等利亚适应了社会以后 她会帮忙找一个好丈夫 就算利亚的结婚对象不是虎金也没关系 她不会强迫两人一定要生出虎金兽人 斯乌拉德尔突然开口 那我怎么样 母亲对我难道就没有期待吗 贝拉听后有些诧异 你不是早就说过没有结婚的打算吗 还是说你真的一见钟情了 小企鹅利亚才刚刚化为人形 就被绑架到了虎金兽人的府邸 好在利亚的模样与虎金兽人如出一辙 贝拉将她暂时收留直到学会动物化为止 还给了利亚一个大大的房间 就算利亚过去受雷诺斯万千宠爱 也不由地发出一声惊叹 不过女孩也因此觉得有些良心不安 毕竟这都是她靠谎言获得的 利亚来到镜子前仔细端详 人形态的她可爱俊俏 白皙的皮肤和如大海般的碧蓝眼眸 唯一让利亚不满的是 她现在看起来过于柔弱 或许这就是企鹅基因的局限性 但利亚内心其实激动不已 变成人形的奇迹 她已经幻想了整整四年 随即利亚思索起自己的行动安排 首先她要在不被斯乌拉德尔 发现真身的情况下学会动物化 其次她还需要寻找拯救爸爸的方法 按照援助不久后会爆发一场 只有人类才会染上的瘟疫 而最终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类 只有女主一人 之后失去老是孤身一人的女主 与狼兽人男主相爱 就在这世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来人是斯乌拉德尔 利亚询问她有什么事情 对方脸上挂着笑容似乎早有预料 因为我想利亚所以就来了 利亚实在难以理解 为什么不管是企鹅还是现在 斯乌拉德尔总是会缠着自己不放 难道说其实她对待任何异性都是这样 趁着这个时机 利亚决定问些她好奇的事情 比如为什么身为虎精兽人 斯乌拉德尔却是满头银发 其实从外表判断兽人的物种本来就很困难 只有特定种族才具有共同的特点 说着斯乌拉德尔突然眼神一灵 话说利亚你不也是 明明身为虎精兽人个子却那么矮小 利亚继续追问 可虎精兽人不就属于特定种族吗 所有虎精的发色基本都相差不大 就在利亚以为对方要说出答案时 她竟然俏皮地眨了一下眼睛 表示这是一个秘密 一阵沉默过后 利亚意识到自己又被耍了 她恨不得当场把斯乌拉德尔着个稀巴烂 见女孩生气斯乌拉德尔赶忙解释 她的头发是因为基因突变才变成这样的 利亚并不相信 她要亲眼看看斯乌拉德尔的自然形态 话音刚落就见斯乌拉德尔满脸羞涩 利亚费了好大的劲才搞明白 原来斯乌拉德尔说的自然状态是那个意思 利亚羞得浑身哆嗦 就在她想离开的时候 斯乌拉德尔又凑了上来 如果利亚给我看原形的话 我也给你看 女孩慌忙躲开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动物化 那我就等到你学会为止 其实我比你想象的要耐心很多 利亚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毕竟就算她学会了动物化 她也不可能在对方面前化为原形 然而斯乌拉德尔像是有意找她麻烦 殷勤地招待利亚过几天去威尔加的领地玩 那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屿 很适合虎精练习动物化 利亚心里愈发慌乱 脑海中浮现出在岛上当众变成 起了无处逃脱的画面 她赶紧告诉对方 只需要一个小水池就足够了 斯乌拉德尔文言牵住利亚的手 身为虎精 确实满足于方寸之地太不像话了 而且妈妈听到后也会很伤心的 想到贝拉的善意女孩只好答应 要是被她误会成同族受到虐待 又是一个麻烦 说到这里利亚又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维尔加现在住在城镇里 原来是因为虎精化为人形的持续时间很长 所以等到有需要他们才会用移动魔法返回领地 为了避免风险 府里的庸人大部分也都是其他的种族 在这个世界兽人需要定期恢复成动物的模样 否则就会疲劳过度强制动物化 利亚听后明白了原作中维尔加默默无闻的原因 现在他们的设定有所不同 可以依靠魔法迅速回到海里 但原作中魔法是人类才拥有的专属能力 不同种族有各不相同的能力 比如狼兽人通常拥有卓越的体验 大象兽人拥有出众的手 而狐狸兽人因其美丽的外表成为各地的公共人物 突然斯乌拉德尔打断了女孩的思考 利亚为什么要叫我斯乌拉德尔呢 如果可以我不想听那么声音的称呼 利亚当即表示拒绝 对方指不定会要求她说什么让人紧鸡皮疙瘩的话 斯乌拉德尔笑着解释 她就是想要简单一点的称呼 利亚实在无语 她不是讨厌斯乌拉德尔 只是觉得两人第一次见面没必要非得那么亲切 斯乌拉德尔看上去有些后知后觉 反应过来后赶忙答应 我们今天的确是初次见面 既然这样利亚对我的第一印象如何 女孩被闪得有些真不开眼 她很细微地说了声不讨厌 斯乌拉德尔立马喜笑颜开 她递给利亚一颗宝石 本来这是我要送给另一个利亚的 但今天没去见她所以就给你了 利亚一整个无语 这企鹅跟踪狂到底是闹哪样 她把宝石塞回斯乌拉德尔手里 你就按原计划送给另一个利亚就行了 那我只好丢掉了 说着斯乌拉德尔就把宝石丢到了窗外 利亚不敢置信疑惑为什么要丢掉 因为我不需要啊 把利亚拒绝的东西送给另一个利亚 她会伤心的 随即斯乌拉德尔打算告辞 临走前她告诉利亚明天 要一起去买些人类的日常用品 晚上利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今天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但最让她无法释怀的是那个宝石 利亚承认她的确很喜欢宝石 尤其是看起来漂亮又很值钱的那种 曾经斯乌拉德尔在某一天问过她 企鹅是不是很喜欢石头 虽然利亚当时拼命摇头否认 可面对斯乌拉德尔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宝石 利亚终究还是没能经得住诱惑 反正那颗宝石掉在了外面 和斯乌拉德尔没有关系 只要她趁人不注意把宝石捡回来就行了 于是利亚推开房门往花坛的方向跑去 原来小企鹅利亚的真身早就暴露了 不久前利亚敲鸣地从房间溜出 打算从花坛把石头宝宝捡了再回去睡觉 可突然一股晕眩袭来 利亚喘着粗气回想起化形的那晚 当时的她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起初她还以为是发烧感冒 可第二天醒来自己就变成了人类 尽管利亚为了不被发现拼命克制自己 但最终还是变回了企鹅的心态 就在这时斯乌拉德尔从一旁走出 将利亚从地上抱起 利亚慢点呼吸 女孩跟着她的只是缓缓呼出气息 或许是那声音太过温柔 利亚压抑许久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 她其实很害怕 突然变成人类又莫名其妙被人绑架 还不得不向虎精们隐瞒身份 但最让她害怕的是被爸爸网络 刚作为动物出生时 她被挫折和恐惧包围 是爸爸第一次让她知道了什么是家人的关爱 对她而言爸爸是她的全部 如果没有爸爸 她甚至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感受到怀里利亚的挣扎 斯乌拉德尔紧紧将她抱在怀里 温暖的气息传递到利亚的身上 原本头痛欲裂的感觉也渐渐消失 隔天利亚一觉睡醒 一睁眼就看到斯乌拉德尔睡在自己旁边 女孩怀疑这或是半夜偷偷爬上了她的床 此时斯乌拉德尔也醒了过来 挑逗地询问利亚是不是太想自己才来这里找她 利亚怒火中烧刚要反驳 才注意到这里并不是被拉给自己安排的房间 而且昨晚她明明变回企乐昏倒再走 就在利亚困惑之际 斯乌拉德尔又开始翻箭 虽然很高兴你能来 但我觉得这样发展有点太快了 利亚百口难辨 斯乌拉德尔突然给出了答案 刚化型的兽人经常会出现发热症状 变回动物或者产生幻觉 包括丧失记忆都是常有的事 看斯乌拉德尔的反应应该没看到自己的真身 于是利亚接受了这个说法 道歉是她随意闯入房间 即使这个时候斯乌拉德尔也不忘说肉麻的话 我很开心利亚能无意识地来找我 利亚赶紧划清界限 我根本连你房间在哪都不知道 斯乌拉德尔看着利亚 总而言之应该是我向你道歉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 昨晚让你一人忍受了那么久的痛苦 要是以后还不舒服的话就来找我 利亚当然没有答应 如果到时候突然变成企鹅就完蛋了 她转过头表示不用斯乌拉德尔操心 这时斯乌拉德尔拿出一个袋子 要是你答应我就把这个给你 女孩一眼就认出这是被绑匪拿走的私房钱 她伸手去抢却又够不到 斯乌拉德尔注视着利亚 你刚刚化型还不是很稳定 我是真的担心才这么说的 没办法利亚只好妥协 但她心里并不打算去找斯乌拉德尔 斯乌拉德尔把钱还给了利亚 扫了一眼钟上的时间 吃早饭还有点早 于是她提议坐传送门去演武场一趟 利亚顿时兴奋起来 在她是企鹅的时候 她就特别好奇传送魔法 以前她只在书本上看过 利亚激动得心砰砰跳 这时斯乌拉德尔把手伸了过来 利亚一脸警惕 你想干什么 传送啊你不想快点走吗 随即利亚将食指放了上去 斯乌拉德尔微微一笑 利亚就连想法都那么可爱 下一刻脚下浮现出魔法阵 伴随着一阵刺眼的亮光 两人瞬间来到了 远在千里之外的练武场 一见到斯乌拉德尔在场的骑士 就满脸惊慌 难道你背地里一直在压榨员工吗 大家看上去都在躲着你 是谁在躲着我 在哪里指给我看看 利亚尴尬的一开视线 这时候只会出大事 然而斯乌拉德尔还在不停逼迫 快点指啊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要是利亚不指的话 我只能一个个问问 被逼无奈之下 利亚只好随便指了一个替罪羊 对方见此情形慌张的 不知如何是好 斯乌拉德尔正要上前问罪 就被利亚拉住 他赶紧转移话题 我只是想知道 那个骑士是不是飞蜀兽人 斯乌拉德尔文言一惊 一般人看到这个体型 都想不到是涅齿类兽人 就是感觉他的被阔机很大 能像飞蜀一样飞起来 你意思是觉得他的肌肉很帅吗 利亚没搞懂他在说些什么东西 其实我是魔剑士 你觉得帅气的那些肌肉我也有 所以请不要把目光 看向其他雄性我会嫉妒的 利亚有些不敢置信 这个不着调的家伙 技能魔法还会用箭 他甚至怀疑 这是原著小说隐藏的黑幕 眼看利亚质疑 斯乌拉德尔打算去找骑士验证实力 利亚拦住了他 其他什么都无所谓 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喜好被人误解 比起操汉 他更喜欢精致结实的肌肉 突然利亚想起 在还是企鹅的时候 他曾对斯乌拉德尔发起过袭击 随即利亚将结论告诉了对方 我觉得你这样的正是我喜欢的类型 斯乌拉德尔有些受宠若惊 虽然我很高兴能成为你的理想型 但我更喜欢你用阴森狠毒的眼神看我 利亚呵呵一笑 我说了是除性格以外 况且我在阴森也比不过你 之后斯乌拉德尔突然表示有事要离开 利亚独自一人在边上看骑士们训练 这时骑士们成群结对向他围了上来 询问利亚是不是新来的虎精兽人 还战战兢兢地问他有没有被欺负 利亚疑惑为什么要问这些 因为斯乌拉德尔少爷脸上满是笑容 利亚更加困惑了 难道斯乌拉德尔不是无时不刻都在笑吗 骑士们的答案让利亚背后一寒 通常斯乌拉德尔只会在特定的情况下露出笑容 伪装成对恋殴打我们的时候 被他命令在恋无常跑一整天的时候 或是发现什么有趣东西的时候 不过小姐没事就好 或许同为虎精兽人有亲切感也是正常的 只是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斯乌拉德尔少爷表达好感 原来斯乌拉德尔从来只对利亚一个人表达好感 可利亚听后心里却非常不屑 因为斯乌拉德尔对待自己的态度和企鹅时期根本没什么差别 这种压根不能被称之为好感 但骑士告诉利亚 斯乌拉德尔对女孩展现的笑容不太一样 少爷有一个绰号叫微笑治疗师 顾名思义就是对犯错的骑士反复敲打治疗 而这个过程他都保持着微笑 利亚心里一惊 照这样看自己是不是应该趁早逃跑 就在这时斯乌拉德尔忙完事走了回来 询问利亚在跟骑士们聊些什么 骑士们满脸惊恐心里默默哀求利亚不要说出来 怎料利亚起了弯心 骑士们说你剑术很好 所以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对链 女孩装作挑选的模样 手快速略过无辜的骑士 看到众人脸上的恐惧利亚很是满意 随后他换了个话题 询问斯乌拉德尔刚刚都去谈了些什么 原来他是去拜托骑士团长挑些人给利亚当护卫 毕竟威尔加有义务保护濒临灭绝的虎精兽人 女孩心中一惊赶忙说不需要 为什么不要 我看你似乎很想受被人伺候 而且那些宝石钱财似乎也都很喜欢 尽管这些的确都是利亚喜欢的 但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他必须忍住 可不管女孩怎么说 斯乌拉德尔始终不肯有半分退让 要知道利亚光是应付女仆就足够吃力了 再加上骑士护卫 她被发现是企鹅只是时间问题 突然利亚的目光落在 不远处一个正在和蝴蝶玩耍的骑士身上 利亚当即决定要让那个人当自己的护卫 随即上前询问对方是不是黑牛兽人 听到对方的肯定 利亚兴奋地邀请他来当自己的护卫 本来就想找个傻乎乎的 刚好这么幸运让他得找到 据说黑牛兽人甚至会被幼儿园的小朋友欺骗 这样的话哪怕变成企鹅也不会引起怀疑 然而不远处的斯乌拉德尔看到后 开始疑惑为什么利亚要对那个骑士那么殷勤 回到房间后 利亚和骑士互相做了自我介绍 得知骑士名为哈努 利亚突然想起 在他还是起了的时候 有个专门照顾他的女仆叫伊普勒斯 他经常给他讲述他那个双生弟弟给他闯祸的事情 而他的弟弟名字就叫做哈努 于是利亚请求哈努带他去见他的姐姐 然而哈努却有些困惑 他明明没有姐姐 可按照长相两个人明明一模一样 把他们合起来看根本就是复制粘贴出来的 利亚拽住哈努拼命摇晃 快好好想想你的姐姐是不是伊普勒斯 哈努这才明白 原来小姐说的是她妹妹 利亚赶忙硬下心理之想尽快联系伊普勒斯 哪里管得上这兄妹之间备份问题 他抓住哈努的手表示 有些话一定要转达给伊普勒斯 为了顺利骗过对方利亚想尽办法流泪 他开始回忆爸爸的事情 一想到爸爸不久后会遭受瘟疫 利亚真的控制不住自己哭了出来 另一边哈努也深受感动 发誓就算把妹妹打晕也要把她带来 就在这时斯乌拉德尔走了进来 看到利亚和哈努手牵着手她顿时愣住 随即她又注意到利亚脸上的泪水 斯乌拉德尔的眼神逐渐冰冷 质问哈努究竟做了什么 没来得及解释误会 斯乌拉德尔就把利亚带去了服装店 盘算着要另外招人当护卫的事情 利亚觉得这会是小题大做 这种事跟她又没什么关系 既然这样利亚你愿意和我交往吗 我不能看到别人眼睁睁地接近你 利亚当即拒绝 要求斯乌拉德尔也不要再纠缠自己了 利亚相中了一条连衣裙 垫了颠手里的私房钱 老实说这笔钱比想象中要多得多 就算她现在离开威尔家也不会被饿死 斯乌拉德尔假装黯然的模样 本来不管你想要什么我都打算给你买来着 一听这话利亚瞬间态度发生转变 招惹到没见过世面的我你可算完蛋了 随即她给斯乌拉德尔好好地上了一课 整个服装店的衣服全都被女孩打包买下 买完衣服利亚心情舒畅 她早就想试试看说这句台词了 突然她注意到街道上的人正在议论些什么东西 对方手上拿着自己的寻人启示 利亚顿时一惊 原来是爸爸派人在找自己 随后就听到几人推测 会不会是那个威尔加的疯子把小姐绑架了 每天她都找各种理由上门 利亚目光不自觉看向斯乌拉德尔 而对方也听到了这段谈话 正好对上了利亚的视线 不远处的两人还在猜测 有没有可能是小姐人类话以后拿着钱跑路 眼看斯乌拉德尔露出怀疑的神色 利亚紧张地心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小企鹅利亚的失踪 爸爸雷诺斯号召大量的人到街上帮忙寻找 听到他们的对话 斯乌拉德尔露出思考神色 就在女孩以为自己真实身份将要暴露时 一辆马车朝两人的方向驶来 随即停在他们的面前 原来你在这里啊 斯乌拉德尔 从马车上下来了一个高大的男子 利亚一眼就认出来人是小说的男主角泰奥多勒 同时他也是沃尔夫家族的继承人 片刻沉没后斯乌拉德尔率先开口 就是我身旁的这位女士 泰奥多勒文言瞥了眼利亚 眼神里充满了不屑 就这算什么贵客 这没礼貌的态度把利亚气得够呛 随后他询问斯乌拉德尔 会不会去参加下周举办的狩猎大赛 利亚心中一惊 每五年一次大陆的大家族们会举办一场狩猎大赛 而这次狩猎大赛也是男女主相遇的日子 安妮莫奈偶然遇到了被其他家族袭击的泰奥多勒 虽然安妮莫奈和爸爸一样讨厌受人 但出于同情他还是用魔法治疗了泰奥多勒 就这样泰奥多勒对安妮莫奈一见钟情 不过现在安妮莫奈应该还在忙着找利亚才对 他是雷诺斯特别疼爱的徒弟 利亚还是企鹅的时候和他关系很要好 所以善良又有一起的安妮莫奈肯定没有参加狩猎大赛的时间 那泰奥多勒岂不是要死悄悄 利亚深吸口气 我有个比较势力的问题 请问你是很容易坠入爱河的类型吗 泰奥多勒脸色顿时变了 你们虎金难道都精神失常了吗 利亚也不想那么直接 可他担心自己如果代替安妮莫奈拒救他 他也会对自己一见钟情 要知道利亚光应付一个斯乌拉德尔就很难了 还有你给我把话收回 说斯乌拉德尔神经就算了 怎么可以侮辱我和贝拉夫人 泰奥多勒懒得在理利亚 留下一句自己需要大赛的奖品后便转身离去 也难怪 毕竟是为了刻印对象不惜牺牲性命的沃尔夫家族 对方听后回瞪一眼 你难道不觉得刻印很不合理吗 我绝不会让这种东西肆意操控我的人生 望着他要多乐离去的方向 利亚心中无语 难道你不就是那个最受刻印百负的人吗 话说回来狩猎大赛的奖品是什么 是哈布药剂 虽然没有外界传闻包治百病的效果 但寻常的伤都能快速痊愈 解毒的效果也相当好 利亚有些不敢置信 那岂不是能用他来救爸爸 然而因为这样是魔法治愁 所以也无法治疗魔法解决不了的疾病 通常这东西是非卖品 只有这次特意拿出来当作是冠军奖励 利亚疑惑询问 这东西是谁做的 话音刚落斯乌拉德尔便得意地指了指自己 利亚感慨这人真是恶趣味 怪不得泰奥多乐对他充满敌意 总而言之我也没参加狩猎大赛的打算 这么做的原因只是想看看 其他兽人为了争夺药剂拼命挣扎的样子而已 原来不光光是纯血人类遭受兽人歧视 威尔加的处境也大差不差 所有人都瞧不起他们这些来自海洋的兽人 不过自从威尔加拥有魔法的事情传开后 这种声音就消失了 因为大陆上大部分地区都需要魔法运作 利亚心想或许这就是爸爸愿意和威尔加联络的原因 他们都有被兽人区别对待的惨痛经历 为了维护和平就必须要拥有凌驾于所有人的强大力量 我只是希望威尔加不再受到蔑视而已 利亚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 一直爱笑的斯乌拉德尔竟也有这样的伤痛 但将来一定会没事的 因为这个家里还有斯乌拉德尔在 没想到利亚的真身这么简单就被人看穿了 前不久利亚得知泰奥多勒要去参加狩猎大赛 为了避免对方因自己而死 利亚想着发发善心带女主救她一命 可她又不像女主一样会治愈魔法 拿到狩猎大赛奖品的话说不定可以 然而她又不会狩猎 斯乌拉德尔见利亚一副为难的表情便问道 你是不是很想要好不要紧 既然这样我就给你好了 尽管斯乌拉德尔说她能够制作 但利亚还是有些不敢置信 斯乌拉德尔让利亚不用纠结 就算把她用在微不足道的地方 她也不会觉得可惜 这莫名其妙的事好让利亚心中不安 如果对方以为自己是虎金兽人才这样的话 那她简直不敢想象事情败露后会发生什么 看出利亚心有警惕 斯乌拉德尔提议做个交易 以后你就用艾成喊我怎么样 作为我送你药剂的代价 利亚一时间愣住了 她没想到仅仅只是这么简单的要求 生怕对方反悔利亚赶紧接过 谢谢你斯乌 爱称这种东西跟药剂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斯乌拉德尔对利亚的行为感到意外 她本以为利亚会像上次宝石那样拒绝 然后再敲咪咪地捡回来 果然比起企鹅利亚她更加喜欢人类利亚 这话让利亚有些不爱听了 明明说自己是企鹅爱好者 结果还不是更喜欢虎金兽人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起别的利亚 难道你是在嫉妒企鹅利亚吗 利亚怎么可能嫉妒自己 她无非是看不惯斯乌拉德尔 见一个爱一个的亲父太多人 之后两人回到了威尔加的府邸 庸人们看起来都忙忙碌碌的 问了管家后得知原来是家主大人回来了 听此斯乌拉德尔邀请利亚一起去餐厅吃个饭 毕竟你可是贵客 想到要去见虎金家族的主人利亚有点紧张 斯乌拉德尔安慰她不用担心 家主的性格和她其实差不多 两人换了身得体的礼服就往餐厅走去 贝拉看到来人让他们赶紧落座 利亚行了个礼 听说威尔加的家主是白须金 那想必她的胡子肯定很大 毕竟自古以来胡子就是权力和力量的象征 随后一名中年男子向他打了个招呼 很高兴见到你 我就是威尔加的家主普里默 利亚看到后当即傻眼 映入眼帘的净是一张干干净净 连一点胡渣都没有的脸 这种被欺骗的感觉就像是鲦鱼烧里没有鱼一样 不过从对方的气质上还是明显能感受到威严 眼看对方一直盯着自己 利亚再次低头行李 从利亚走进门到落座准备吃饭 普里默炙热的视线始终落在利亚的身上 斯乌拉德尔站出来解围 希望父亲不要让利亚觉得有负担 普里默哈哈一笑 他只是太久没见过胡金兽人有些好奇而已 这让利亚不由的疑惑 当年威尔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般的兽人都会分成好几个家族 例如狼族分为灰狼和北迪狼 其中只有泰奥多勒所在的黑狼家族 可以使用沃尔夫这个称呼 而原本胡金兽人的数量远没有那么稀少 造成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那群该死的鲨鱼兽人 利亚被贝拉的气势吓得不轻 但很快他又变回淡然自若的样子 总而言之利亚也要小心鲨鱼兽人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猎杀虎金 利亚越听越慌 自己一个小企鹅到底要怎么应付鲨鱼 普里默让利亚不用担心 身为虎金兽人只要学会魔法就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利亚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心里盘算着尽早从这里逃离 饭后普里默将利亚单独叫去谈话 看来我猜对了 因为虎金充足有固有的头发特征 排除掉斯乌拉德尔这种不一无二的特殊情况 你的头发排列的方式和贝拉很不一样 虽然是连贝拉都能骗过去的微妙差异 但我能看出来 毕竟我爱贝拉爱得死心塌地 听说你不知道怎么变回动物 放心吧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看你和斯乌拉德尔在一起的样子就知道 你不是怀着恶意欺骗威尔加的 对方的亲切反倒是让利亚觉得良心不安 下一刻普里默手掌中迸发出黄色光芒 一股温满的气息涌入利亚的身体 突然普里默停下了动作 随即又像是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 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方才他确认了利亚对魔法的反应 鲸鱼对魔法有着很强的亲和性 所以魔力会凝聚在周围 这只是个小把戏 贝拉应该想不到用这种办法来确认 你虽然不是鲸鱼 但也许也可以施展魔法 利亚刚燃起希望 普里默便打断了她 至于怎么用你只能去咨询斯乌拉德尔 原本我想告诉贝拉你的身份 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如果可以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种族是什么 在你真实身份没有公开以前 我保证不会说出去 反正已经被她看穿了一切 利亚也干脆不装了 交代了自己是企鹅兽人的事实 而且就是雷诺斯正在满大街 寻找的离家出走的企鹅 普里默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早就知道斯乌拉德尔是企鹅爱好者 没想到他对雷诺斯的企鹅那么伤心 利亚临走时又被对方叫住 见普里默的态度突然严肃 利亚心想该不会使她反悔了 打算将一切都告诉贝拉夫人 然而对方只是希望利亚 不要那么见外地喊她家主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叫我公公 利亚顿时有些不解 那不是儿媳妇才用的称呼吗 利亚的企鹅身份被虎精家族组长给发现了 可对方并没有选择揭穿 反倒是希望利亚能称呼自己为公公 利亚心中无语默默和对方划清界限 没想到家主和斯乌拉德尔性格都那么不着调 不过听她这意思 自己暂时不用担心被赶出去 等利亚走后 普里默感觉事情越来越有趣了 她竟然从利亚身上感受到了斯乌拉德尔的魔力 更让人诧异的是利亚的接受能力 一般人根本难以承受斯乌拉德尔的魔力 可她却能将其毫无限制地累计起来 而且利亚对斯乌拉德尔也没有恐惧感 按理说被捕食者面对捕食者是 通常会因力量差距过大而占领 但像利亚这样泰然自若的还是头一次见到 就连普里默自己和贝拉都花了很长时间适应 更何况利亚只是体型弱小的企鹅 还是说利亚只是单纯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虽然利亚不是他们要找的虎精兽人 但也足够了 说不定威尔加还会因此多一个有趣的儿媳妇 与此同时利亚找到斯乌拉德尔询问 自己能不能使用魔法 听到她爽快地回复 利亚兴奋地两眼放光 自己也能够拥有魔力了 谁知斯乌拉德尔的下一句话让她的心坠入谷底 因为利亚你不是虎精兽人吗 看你似乎学习欲望很强烈 那明天你就去书房看看吧 那里有很多魔法基础书籍 明天我就不能陪你一起了 雷诺斯要我帮忙找失踪的企鹅 利亚强装镇定正好她也可以练习一下动物化 随即斯乌拉德尔变出一个异空间 从中拿出一个精致的戒指 我在里面设置了呼叫魔法 只要念了启动词魔法就会发动 然而听到启动词利亚顿时无语了 如果要说那些话才能启动魔法 那她是一辈子都不会用的 随即斯乌拉德尔突然单膝跪地 小姐我对你一见钟情 你愿意和我交往吗 眼看利亚一脸嫌弃 斯乌拉德尔又换了一个形象 老大这周我就只偷到了这些 此物十分昂贵请您妥善保管 文言利亚这才傲娇地点头答应 戒指戴上后立刻变换成了符合利亚的尺寸 这时斯乌拉德尔突然提出 想摸一摸利亚的额头 我想看看你有没有发烧 毕竟你才刚化为原型还不太稳定 看她一脸诚恳 利亚主动抓起手放在自己的头上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斯乌拉德尔有些惊讶 利亚也没想到整天轻浮的斯乌拉德尔 还会有害羞的一遍 隔天正如斯乌拉德尔说的一样 很早她就起程去了摸塔 利亚在窗台嘲讽 你们要找的企鹅就在家里面了 其实昨晚她又发烧变回企鹅了 从中她得出了一个结论 由于她的人类话还不是很稳定 只要心里脆弱她就会变回企鹅 白天的话有斯乌拉德尔没什么感觉 但到了晚上她就会不由地联想起前 是孤独的生活 就在这时哈努拿着一个麻袋走了进来 随即往地上一丢 我完成小姐拜托的任务了 看到伊普勒斯从麻袋中钻出 利亚吓得忍不住放声大叫起来 她赶紧上前观察伊普勒斯的情况 谁知下一刻对方醒了过来 抄起拳头就往哈努的脸上吸取 利亚在边上瑟瑟发抖 她还是第一次见伊普勒斯这个模样 教训完哈努以后 伊普勒斯扭头质问利亚一个虎金兽人 找自己有什么事 将哈努支开以后 利亚询问对方还认不认得出自己 我就是你们到处在找的企鹅阿黛利亚 伊普勒斯压根不幸转身就要离开 利亚赶忙抓住她的袖子 你难道不记得以前跟我说过的话了吗 没教养的摩塔主 要不是看在钱的面子上我早就走了 原来伊普勒斯刚工作时笨手笨脚 总是弄坏爸爸的药水或是魔法阵 当时全靠利亚帮她背黑锅伊普勒斯才没被炒犹豫 眼看利亚还在说自己的黑料 伊普勒斯崩溃得狂抓头发 现在我终于相信您就是小姐了 利亚毫不领情意把将她的手打开 刚才是谁对我那么冷淡来着 伊普勒斯喜极而泣 这么糟糕的性格一定是小姐没错 不过为什么你会变得那么温柔漂亮可爱 原本我还以为小姐化形后会变成金刚芭比 就在这时哈努闯了进来 正好听到了利亚是企鹅的真相 她吓得不知所措 我只是看谈话时间有点久 担心伊普勒斯会对小姐不利 利亚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命令伊普勒斯去把那只黑牛拖过来 不过事情已然发生也不可能拿哈努怎么样 利亚随即又问了爸爸的情况 自从小姐失踪后 雷诺斯整天就像是行尸走肉一样到处寻找 小姐为什么会住在威尔加 难道是被那个阴险的虎金绑架了 利亚将自己被错认成虎金的事告诉了她 她现在还不能回去 因为爸爸不是讨厌兽人吗 伊普勒斯拍胸脯保证绝对不会 否则干嘛要聘用她这个黄牛兽人 但其实伊普勒斯是因利亚才被聘用的 她假装自己能帮忙翻译企鹅语才破格 被雷诺斯留下 可利亚不是 她很担心被发现受人身份后被抛弃 哈努忍不住插嘴 既然小姐才刚话行 为什么话能讲得那么好 伊普勒斯让她不要多嘴 因为我们家小姐是个天才 还是企鹅的时候思想就和动物不太一样 听到这里利亚也意识到自己应该多加小心 才那么没几天身份就被接二连三的识破 此时伊普勒斯也下了决心 不管怎样她都站在小姐这边 如果利亚留在这里 她就立马辞职到威尔加当女婆 哈努文言吃笑一声 真以为威尔加是谁都能随便进吗 伊普勒斯顿时恼火 和哈努再次扭打在了一起 虽然利亚的身份被哈努发现 但她觉得这或许反而是件好事 因为她接下来还需要这两人的帮助 为了她下周狩猎大赛上拯救男主的计划 利亚担心救了男主她会爱上自己 所以用了千方百计改变自己的形象 可终究还是逃不过烂套路的剧情 时光飞是很快就到了狩猎大赛的那天 原本利亚还期待女主会按援助一样参加比赛 却被伊普勒斯告知对方找小姐找得两眼冒火 根本没有时间 无奈利亚只好决定带女主去拯救男主 可眼下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她突然又变成企鹅了 利亚在房间里急得团团转 就在这时房门被人敲响 来源是斯乌拉德尔 她想在出门前和利亚打个招呼 利亚顿时慌张起来 由于迟迟没有回复斯乌拉德尔推门而入 而出门后的斯乌拉德尔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意外看到了这么珍贵的画面 之后利亚顺利变回了人类 并前往了狩猎大会 贝拉夫人和普里默作为主办方之一早已到场 利亚表示自己想去附近的河边一趟 贝拉没有拒绝 毕竟海洋生物喜欢玩水是很正常的事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需要带上信号弹 援助中泰奥多勒在玉玺后也发射了信号弹 但她的那颗或许被人做了手脚牙火了 利亚高兴地伸手接过 就这样利亚和哈努往森林渐渐深入 可让哈努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伊普勒斯也会出现在这里 随即伊普勒斯将身上的包裹交给利亚 里面不仅有做贼用的夜行衣和面具 还有两瓶能改变声音和瞳孔颜色的药水 原来利亚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任何与泰奥多勒接触的可能 如果仅仅只是因为某人救了自己救下刻印的话 也就是说泰奥多勒对安妮莫奈的感情根本不能称为爱情 利亚包裹全身就是想堵住所有的可能性 他告诉两人接下来要全权听从他的命令 哈努刚要询问 身后的伊普勒斯给了他一种机 不要顶嘴小姐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然而哈努仍旧坚持 他不能放任小姐做危机自身安全的事情 利亚让他不用担心 在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自己更加重要 说着就带着两人走进了危机四伏正在狩猎比赛的大山 一路上哈努都在劝利亚回头 山里有像房子一样大的野兽 利亚毫不在意 我们这里不是有你在吗 话音刚落一头大野猪就从旁边冲了出来 哈努立马掏出剑挡在前面 我会保护小姐的 既然这样哈努这里就交给你了 说吧和伊普勒斯飞速溜走 原来利亚担心哈努会妨碍自己的计划 所以在刚才抓了只小猪仔 待会把你爸爸叫过来攻击那个 看起来像冤大头的家伙就行了 反正以哈努的实力 对付那头大野猪应该没什么问题 利亚渐渐到了森林的深处 伊普勒斯报告说前面有个人受伤了 定睛一看正是男主泰奥多勒 不过利亚并没有立刻上前救援 但利亚仍旧没有掉以轻心 她现在要担心的不是魔兽和残留的刺客 而是那些触发烂套路的一切因素 随即她命伊普勒斯留在原地 自己起身准备去看个究竟 虽然伊普勒斯很担忧 但她相信小姐做事有自己的神意 看到对方眼中满是毫无杂志的心愿 利亚想起前世看小说时的困惑 为什么主人公不肯对那些 相信自己的人诉诸真相 如果是她的话 肯定会将秘密告诉她信赖的人 她当想说等出去之后 就把一切全盘拖出 却突然嗅到了一股死亡负爱的味道 利亚戴上面具 想着先去救了人再说这些 随着利亚一点点向泰奥多勒靠近 她才发现对方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严重 似乎还有中毒的迹象 她赶紧将药水倒在泰奥多勒的身上 伴随着一道圣光 伤口很快得到愈合 利亚感慨这里不愧是幻想事件 下一刻泰奥多勒一把抓住利亚的手 你在做些什么 利亚正开她的手 这可不是毒药 还是说你打算死在这里 泰奥多勒艰难地开口 混开我可没求你帮忙 利亚顿时感觉恼火 凭什么为了救你还得忍受侮辱 哈破药剂也是我卑微求来的 早上还差点被斯乌拉德尔发现真身 就连哈姆骑士也险些欲害 老娘把能做的事都做了 你个嚣张的家伙还不赶紧给我喝下去 说着将药水咕咚咕咚灌了进去 药效迅速发作 泰奥多勒呼吸渐渐平稳 就在利亚以为万事大吉时 对方突然蛮横地将她抱进怀里 你叫什么名字 这扑面而来的俗套剧情 顿时让利亚惊得愣在了原地 小企鹅利亚发发善心救了男主一命 没成想对方就纠缠着询问女孩的名字 利亚被这俗套剧情惊得目瞪口呆 仙君一发之际 伊普勒斯及时赶到 还不赶紧把手从小姐身上拿开 就这样刚治疗好的泰奥多勒又被打昏泥了过去 伊普勒斯这才看清男人的身份 看她刚才的眼神 该不会是对小姐一见钟情吧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狼族的刻印方式 而且对象还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真的好浪漫 这话倒是提醒了利亚 她要确认自己到底有没有被刻印 伊普勒斯觉得有些奇怪 按理说皮肤接触的瞬间就会完成刻印 利亚凝视着对方 这些情报你都是从哪里听来的 在利亚的追问下得知消息来自伊普勒斯的前男友 那个人是情报工会的会长 所以有一定的可信度 突然伊普勒斯想起另一个特征 据说完成刻印以后 锁骨的下面会出现月亮图案 随即利亚走到泰奥多勒面前 检查一番后并没发现什么应急 利亚顿时松了口气 伊普勒斯却觉得可惜 本来她还期待能见证一场轰轰烈烈烈的三角恋 一方是执着疯狂的企鹅爱好者斯乌拉德尔 另一方是愿意为刻印对象付出性命的泰奥多勒 究竟善良单纯的企鹅利亚会选择哪个 利亚听了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然而伊普勒斯却是越讲越起劲 难道小姐不觉得斯乌拉德尔很有潜力吗 现在街坊也到处传闻她迷上了小姐 利亚解释那不过是同族之间的好感 可就算知道是企鹅兽人的话应该也没事吧 毕竟斯乌拉德尔是彻彻底底的企鹅爱好者 利亚随意敷衍了几句 那都是将来的事 现在她只需要知道自己没被泰奥多勒刻印就足够了 之后利亚放出信号弹 想着待会就会有骑士来带走泰奥多勒 利亚便和伊普勒斯先行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遇到了哈努 两人便一起往营地的方向走去 哈努觉得很委屈 为什么小姐带上伊普勒斯不带上我 刚才信号弹响起的时候 我还以为小姐遇上了麻烦 于是利亚便夸奖哈努其实做得很好 完美从野猪手下保护了自己 哈努被夸得有些飘飘然 这性格与伊普勒斯截然不同 利亚暗自打算 从今以后每当哈努发牢骚的时候 就用这个方式打断 利亚回到营地 发现各个家族的人都聚在了一起 贝拉与普里默也在其中显得尤为担心 当看到利亚回来 贝拉激动地将其抱住 利亚你的信号弹在哪里 这还是女孩头一次见贝拉如此惊慌的模样 随即她掏出从泰奥多勒纳拿的信号弹 见此贝拉终于松了一口气 要是你再晚点回来我就亲自去找你了 这温柔的语气和眼神让利亚有些心虚 自己欺骗了对方 真的有资格接受这样的关爱吗 利亚突然对自己感到沮丧 她担心知道真相后 那些不知不觉走进她心里的人会觉得失望 如果她一直当企鹅 就不用害怕被爸爸抛弃 如果她长得不像虎金兽人 就不用接受这些鹰鹉会产生的爱 这时哈努的声音将利亚唤醒 在利亚的提问下 贝拉告诉女孩一般情况 兽人都能维持人类化一个月左右 听斯乌拉德尔说 利亚的人类化还不是很稳定 接下来老鹰家族要举行继承大典 等这件事结束后 我们就马上去威尔加的领地练习动物化 利亚顿时一惊 那自己的企鹅身份岂不是要暴露 她赶紧向普里默投去求救的眼神 没成想之后竟是大力支持 还表示自己也要一起去 贝拉没有同意 这样府里的工作就没人处理了 于是普里默又可怜兮兮的去求利亚 利亚当然懒得理她 上次还信誓旦旦地说回帮自己保守秘密 就在这时骑士们抬着泰奥多勒回到了营地 周围人看到伤者的身份后一片哗然 贝拉与普里默也是心有余悸 唯有利亚在看到对方头上的大包后有些心虚 就这样狩猎大赛因为泰奥多勒玉席被中断了 利亚旁敲侧击询问哈努有没有找到犯人 得知除了那个大包是被盾气所伤以外一无所获 利亚悬着的心渐渐放下 她正准备出门 结果正好撞见了斯乌拉德尔 利亚不想透露伊普勒斯的消息 舅夫眼的表示要去见情人 文言斯乌拉德尔故作吃惊的样子 我们定好了今天要约会的吗 哈努这时凑了上来 难道两位正在交往吗 随即斯乌拉德尔亮出手上的戒指 当然我们连情侣配事都戴上了 斯乌拉德尔的无赖超出利亚的想象 这不是他求自己戴上的那枚戒指吗 明明上次说是因为担心才送给自己的 话说回来你找我有什么事 斯乌拉德尔表示没什么理由 就是单纯想见见你 因为这段时间没怎么和利亚在一起 导致体内的利亚浓度有些下降了 随即他又富尔告诉利亚有个有趣的事情 只有两人独处的时候才能说 然后哈努就被无情地赶了出去 斯乌拉德尔让利亚坐在椅子上 其实他很早就想给利亚编辫子了 或许是因为许久没看到 和妈妈一样的发色有些新奇 利亚心想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随便他 斯乌拉德尔把手伸入利亚的发尖轻轻梳理 过了很久斯乌拉德尔终于停下动作 利亚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也不由得一愣 但这种事情应该是侍女做的 斯乌拉德尔轻笑一声 如果是你的话我很愿意亲自来做 听到这话利亚心中有骨莫铭的冲动 既然这样明天也会帮我编吗 文言斯乌拉德尔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 他脸上的灿烂笑容 让利亚萌生了一个想法 好像就算斯乌拉德尔看到自己的身份 他对待自己的态度也不会发生改变 斯乌拉德尔帮利亚绑的一手麻花辫 让女孩产生了一个自己都觉得荒唐的想法 也许不管自己变成什么样子 斯乌拉德尔对他的态度都不会发生改变 与斯乌拉德尔分开后 利亚与伊普勒斯碰面 他把自己转世以及小说里看到的内容 全都告诉了对方 让他意外的是伊普勒斯竟然完全相信他的话 还打去怪不得利亚是企鹅的时候就那么聪明 伊普勒斯询问利亚有没有想到 不去威尔加领地的办法 提到这个利亚想起有些事还需要确认 他需要调查一下斯乌拉德尔的真实身份 经过狩猎大赛仪式 他意识到小说里的内容是真实的 那么人类因瘟疫灭绝也很可能发生 而这样看斯乌拉德尔就显得很可疑 明明长着一张帅脸 却连个配角的身份都没有 而且小说里只有人类能使用魔法 可斯乌拉德尔不仅拥有卓越的魔法天赋 还会建树 所以利亚打算去威尔加看看 虎金兽人是什么时候会魔法的 这么一想确实斯乌拉德尔有很多一点 可小姐也很奇怪 在斯乌拉德尔面前 哪怕是最顶级的捕食者也会感到害怕 但小姐看起来却一点是没有 利亚简直无法想象 斯乌拉德尔不就是个变态跟踪狂吗 伊普勒斯不敢相信 光是想想她都觉得浑身发抖 这是身为兽人的本能 利亚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特殊 在还是企鹅的时候 她就从没有畏惧过其他动物 伊普勒斯猜想会不会小姐 是受前世人类记忆的影响 又或者是企鹅的种族特性 天生不会觉得害怕 利亚觉得都不是 普里莫曾说过她的体内有魔力 一般兽人是无法拥有魔力的 也许这才是她的种族特性 不过现在想再多也没用 当务之急是收集信息阻止瘟疫 伊普勒斯抓住利亚的手鼓励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小姐 在摩塔工作室 她认识了很多人类朋友 我不能眼睁睁让他们死去 然而眼下想阻止瘟疫 还需要一个精通制造药物的人 伊普勒斯文言毅然地站起身 如果是她前男友的话 应该会知道哪里能找到这类人 毕竟她本身就掌握着 各种人物的情报 利亚被伊普勒斯的牺牲精神感动 她想劝对方冷静 再想想其他办法 但伊普勒斯仍旧坚持 过去小姐从雷诺斯手中保护了我 那这次就换我来保护小姐 利亚感动地紧紧抱住伊普勒斯 前几天她还因自己变成 企鹅兽人自怨自已 她怎么就忘记了 明明眼前就有一个 不管她变成什么样 都会始终如一爱护自己的人 回去的路上伊普勒斯陷入了沉思 虽然小姐看起来强势 但其实她也是个敏感容易受伤的企鹅 自己应该尽可能在她的身边服侍 就在这时斯乌拉德尔拦在了伊普勒斯面前 怎么没有去找你家的主人 伊普勒斯行了个礼 那斯乌拉德尔少爷不去找阿代莉亚又在做什么 斯乌拉德尔忍不住笑了出来 阿代莉亚就在我家干嘛要去找 伊普勒斯顿时一惊 原来对方早就看出小姐的身份了 另外你打算什么时候从摩塔辞职 伊普勒斯老老实实回答 她已经递交了辞职申请 但她害怕小姐会因自己暴露身份 所以才没有进入维尔家 斯乌拉德尔表示她会解决 这反倒引起了伊普勒斯的怀疑 为什么非要我留在小姐身边 斯乌拉德尔发出苦笑 因为只有你在身边的时候 丽亚会觉得安心 另外今天的谈话必须要对丽亚保密 伊普勒斯不懈地反驳 难道你觉得我会对小姐隐藏秘密吗 随即斯乌拉德尔一脸狡黠地诱惑道 你不好奇丽亚发现我知道她是企鹅时的反应吗 伊普勒斯不自觉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 而后便爽快地与斯乌拉德尔达成了协议 次日丽亚坐马车去拜访伊普勒斯的前男友 因为路途遥远丽亚有些无聊 这时伊普勒斯讲起了八卦 听说自从狩猎大赛后 泰奥多勒就没有出过房间 丽亚顿时一惊 对方应该身上没有很严重的伤势才对 伊普勒斯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 会不会真的如她所想发生三角恋的事情 而且小姐要是听说兽人起源的故事也会改变想法的 丽亚还是头一次听说 相传大陆上最初的兽人是只黑狼 在很久很久以前她爱上了人类少女 为了能与少女在一起 黑狼与恶魔签订契约变成了人类 后来恶魔向黑狼索取了代价 她的后代子孙也能感受到黑狼对爱人的情感 这就是狼族的刻印 一旦看到刻印对象就会心潮澎湃 丽亚心想子孙后代真是受罪 但黑狼并不这么觉得 她与爱人组成家庭孕育了后代 可人类却没有接纳他们 对黑狼的迫害日益加重 终于在某一天他们的孩子被残忍杀害 黑狼家族维持人类化的时间要比其他兽人更短 这时马车到达了目的地 伊普勒斯让哈努把嘴巴闭上保护好小姐 待会自己要稍微撒点小谎 哈努点点头 就算不说她也会这样做的 此时丽亚激动得心碰碰跳 毕竟门后就是传闻中的情报工会 没想到让丽亚倍感好奇的情报工会会长 她的真实身份竟是个有恋爱脑的田鼠兽人 不久前丽亚跟随伊普勒斯来到情报工会 这里外表被伪装成了一个酒馆 九宝贴着笑脸上前迎接 当他看清来人以后 九宝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伊普勒斯懒得废话 命令对方赶紧带他去见杰克 随即男人带几人来到了一个仓库 按照要求这里只有伊普勒斯可以进入 所以另外两位需要在这里等候 伊普勒斯文言一脸不爽 疯狂给九宝上压力 是杰克让你这么做的吗 九宝一听就急了赶紧解释事情的原委 是因为刚才他只汇报了伊普勒斯小姐 随即男人老老实实地 把利亚和哈努也带了进来 周围的环境让利亚尤为激动 感觉好像是在探险 但这种地方可能会有危险 伊普勒斯让小姐不用担心 要是有危险还有一个黑牛保镖 话音刚落一柄力剑朝利亚刺了过来 千钧一发之际哈努掏出剑 将利亚护在身后 伊普勒斯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激怒 质问对方这是在干什么 男人却像是早有预料 还表示这就是他只让伊普勒斯小姐进来的原因 文言伊普勒斯更加毛虎 你明明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为什么不提前告知 要是小姐有什么三长两短该怎么办 男人听到利亚的称呼顿时慌了 难道对方是什么贵族吗 伊普勒斯懒得继续废话 打算直接去找他们的领导算账 此时办公室内杰克还在纠结要穿哪件衣服 待会自己要怎么跟伊普勒斯打招呼 利亚与哈努见到这一幕都傻眼了 原本还以为工会会长是冷酷又严厉的存在 随即他们将目光看向伊普勒斯 他气得咬紧牙关 好像对杰克的表现相当失望 此时杰克终于注意到了伊普勒斯 他把手头的文件随手一丢 而后便对着伊普勒斯嘘寒问暖 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伊普勒斯冷漠的眼神 你竟敢伤害我们家小姐 我不想和你说话 你只需要接受委托就好 看到利亚后杰克忍不住好奇 在那只叫阿代利亚的企鹅失踪后 伊普勒斯曾给他写信委托过 原本他想着找到企鹅来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可不知为何伊普勒斯又突然停止了寻找 反倒是与一只虎鲸形影不离 所以他想知道利亚究竟做了什么 才让伊普勒斯忘记了真实的企鹅 感受到杰克的嫉妒 利亚抱住伊普勒斯询问道 选我还是选你前男友 伊普勒斯毫不犹豫选择了利亚 杰克文言顿势破防 我们当初不是承诺要结婚的吗 见伊普勒斯转身就要离开 杰克赶紧挽留 不管是什么情报他都愿意给 但按照规定委托咨询 剁下来做成那东西 随即工作人员带利亚来到了一个房间 这里已经被设下了隔音魔法 利亚刚走进去 杰克便大步朝他靠了过来 就在利亚以为有危险时 杰克却突然态度诚恳地拜托道 求求你帮我和伊普勒斯复合吧 利亚只觉得莫名其妙 我没什么忙可帮的 如果你想和伊普勒斯和好 直接告诉他不就行了 曾经伊普勒斯说过 他确实想过与杰克结婚 但杰克不仅对他隐瞒了种 还说了谎 最终伊普勒斯无法忍受才离开了他 杰克解释那是因为 他不想让伊普勒斯失望 伊普勒斯喜欢的眼神疯狂 看不出想法 以及拥有耐寒皆是手臂的人 利亚心想之说的不就是启文吗 而杰克的种族与这些都不符合 但他的种族又在运营情报工会方面很有用 他也从不以自己的种族为耻 利亚听后立马猜到 难道你是老鼠兽人 杰克害羞地低下头解释 其实他是甜鼠兽人 一阵惊讶过后 利亚让杰克立马告诉伊普勒斯自己的身份 伊普勒斯最喜欢可爱的东西 杰克满脸诧异 那为什么他会喜欢企鹅 利亚顿时不爱听了 企鹅就不可爱了吗 实际上杰克的误会是有原因的 每当看到可爱的小动物 伊普勒斯通常连看都不看一眼 但杰克不知道的是 伊普勒斯是担心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 误伤小动物才会这样 随即利亚表示他来创造机会 条件就是接受他的委托 杰克终于燃起希望 只要能和伊普勒斯说上话 他什么都愿意告诉利亚 既然这样能帮我找到 可以做治疗传染病药物的人吗 杰克正好认识这样的人 对方是个奇怪的浣熊兽人 曾经以炼金术文明天下 却又突然放弃一切选择离开 如今的他应该在威尔加的领地 利亚有些好奇 一般兽人都会栖息在对他们熟悉又舒适的环境 可浣熊为什么偏偏要去大海中的岛屿 随即杰克递给利亚一张地图 利亚拍拍胸脯表示包在他身上 此时伊普勒斯和哈努就在门口等着 利亚指了指声后 希望伊普勒斯听一听杰克的话 见伊普勒斯很不情愿 杰克委屈得差点哭了出来 最后伊普勒斯看在他帮忙的份上还是妥协了 下一刻杰克就在他的面前变回了田鼠的物量 利亚解释他隐藏身份时担心你不喜欢 害怕你会离开才不敢说实话 伊普勒斯转过身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杰克激动地跳了起来 利亚看伊普勒斯的样子就知道他在压抑自己的兴奋 实际上早已经恨不得一口把杰克亲死 几天后的某个晚上 利亚被辫子折磨得睡不着觉 因为斯乌拉德尔给他绑得实在是太紧了 无奈利亚只好起床找别人帮忙 谁知却看到斯乌拉德尔穿着整齐站在楼下 斯乌拉德尔解释他要去沃尔夫家族一趟 泰奥多勒似乎需要他的治疗 利亚表示自己有件急事需要斯乌拉德尔负责 还没等斯乌拉德尔理解其中的意思 利亚就从楼上跑了下来 结果下楼太急不小心崴了脚 失去平衡的利亚整个人扑进了斯乌拉德尔的怀里 利亚一抬头就对上斯乌拉德尔无奈的眼神 小心点啊利亚 利亚不慎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千钧一发之际斯乌拉德尔接住了他 一阵尴尬过后利亚让他把手拿开 其实企鹅兽人天生脂肪就多 摔倒也不会觉得疼痛 然而斯乌拉德尔却抱得更紧了 利亚恼火地威胁道 再不放手我就咬你 结果斯乌拉德尔听后反倒是把脸伸了过去 那就要这里吧 利亚被这不要脸的家伙气死 张牙舞爪要挠破他的脸 闹了好一回利亚才想起叫斯乌拉德尔帮忙解头发 听斯乌拉德尔说有一个不错的侍女要介绍给他 利亚刚要拒绝 没成想那个侍女竟是伊普勒斯 听说对方是哈努的姐姐 想必你们亲近起来会很容易 利亚强装镇定压下心中的激动 既然这样那应该值得信赖 利亚同意的话我就转告他后天过来上班 一想到以后能和伊普勒斯一起生活 利亚心情大好 正好斯乌拉德尔也解开了利亚的头发 聊起一缕放在鼻尖夸奖 利亚的味道很好闻 利亚闻了半天也没闻到自己身上有什么味道 斯乌拉德尔笑着解释自己的味道是闻不到的 另外明天我们就要前往威尔加的领地 走之前我还有一份礼物送你 听到礼物利亚不由的有些期待 她想要很多很多宝石 第二天吃饭时利亚收到了一个令她意想不到的消息 贝拉夫人竟然打算带她参加老鹰家的宴会 不过到时候她只能以斯乌拉德尔舞伴的身份参加 利亚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毕竟在舞会上说不定就能见到爸爸 那你到时候会陪我跳舞吗 不光光是斯乌拉德尔就连普里默也热情发出邀请 这时贝拉夫人阴森地笑了起来 其实我本应该提前论了你的意想 由于事发突然接下来的时间可能会有些忙碌 利亚还是头一次见贝拉露出这么可怕的表情 不由地冒出冷汗 很快到了宴会开始的时候 利亚与斯乌拉德尔穿着定制的礼服步入会场 参加宴会前的准备可谓是多灾多难 先是全身洗了泡泡浴 又做了个头发 最后试了一柜子的衣服 但只要能看到爸爸那都是值得的 利亚的目光在人群中不停穿梭 离家这么久爸爸一定很担心自己 谁料下一刻他却看到泰奥多勒走过来 他的表情像是要杀人 而后停在了利亚的面前 就在利亚以为自己要被人算账时 泰奥多勒却是盯着斯乌拉德尔看了好一会 与斯乌拉德尔的淡然不同 泰奥多勒情绪激动的手都在颤抖 随即他又莫名其妙地骂了句脏话 便转身离开 利亚看到这一幕人都傻了 怀疑对方是不是狩猎大赛的时候伤到了脑子 斯乌拉德尔镇定的样子也让人费解 突然被其他人骂了一顿都不生气的吗 斯乌拉德尔笑着反问 难道利亚看到路过的蚂蚁瞪着眼睛 骂你会觉得生气吗 利亚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便询问斯乌拉德尔昨天去沃尔夫家族做了什么 可斯乌拉德尔表示自己除治疗以外什么都没有做 与此同时泰奥多勒崩溃地跑出了会场 他难以置信自己的刻印对象竟然是斯乌拉德尔 就在刚才他又一次闻到了 昨天斯乌拉德尔来家里时散发的甜蜜气息 还有他手上的戒指 与狩猎大赛那个黑衣人的戒指如出一辙 他可以确信自己已经留下了刻印 可身上并没有月亮的纹身 这或许是因为他当时没有满足触碰身体的条件 导致下了一个不完整的刻印 自那以后他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热病 他清楚如果自己不重新刻下印记就无法痊愈 可这个对象偏偏是斯乌拉德尔 回家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母亲停止寻找刻印的对象 母亲很是不解 如果不一直刻印说不定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泰奥多勒却始终坚持 母亲知道儿子的固执 继续劝下去只会适得其反 但哪怕是悄悄进行 他也必须找到刻印对象 与此同时在宴会厅的丽娅 突然被一旁的贝拉夫人叫了过去 原来想把他介绍给各个家族的夫人认识 众人看到丽娅的发色纷纷恭喜贝拉找到了新的族人 一旁的丽娅紧张得直冒冷汗 等以后离开威尔加自己该怎么办 这是一位夫人询问有没有让丽娅与斯乌拉德尔联姻的打算 贝拉表示他不会逼着孩子们延续血脉 不管选择谁当伴侣他都支持 众人顿时两眼放光 向丽娅推销自己的儿子有多么优秀 下一刻贝拉就给他们泼了盆冷水 丽娅现在对动物化还不太熟练 所以暂时不想让他与其他家族接触 果然一听到这众人的热情顿时没了大板 毕竟能否动物化对兽人来说至关重要 甚至与其生命息息相关 如果兽人以动物的状态死去 那就很难分辨出对方的具体身份 所以经常有不少兽人在恢复成动物后被人猎杀 告别了几位夫人 丽娅终于松了口气 随即她来到一旁的餐桌大块躲银 可短短几分钟就陆陆续续有人来找她搭讪 然而不论是谁在听到斯乌拉德尔的名字后 都吓得仓皇逃走 丽娅疑惑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些人还想攀附威尔加 就在她思考时突然看到不远处熟悉的身影 斯乌拉德尔正在与一位女士谈话气氛有些微妙 她歉意地婉拒了女孩的共舞邀请 因为我实在没有和惧怕自己的人相处的爱好 我比较喜欢威风凛凛的企鹅 被拒绝后的女士听后无法接受 像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喜欢丑陋的气氛 一瞬间斯乌拉德尔脸色冷了下来 这时一旁的丽娅冲到斯乌拉德尔跟前 质问女孩为什么要一直抢求一个不喜欢你的人 对方丝毫没有示弱 你一个托贝拉夫人服才能参加宴会的人不要多管闲事 见状丽娅也不客气了 指了指身后的斯乌拉德尔 你纠缠的对象是我的舞伴